大家好我是小徐 昨天一下午跟今天的一天使节 把咱们这个土月子 就是要全部打成了水泥地 然后是我们自己做的 因为可以省下一部分的人工费用 今年的话就是你省下的钱 就是要赚到了 因为现在的话 我小徐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能躺到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我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然后这个水泥院呢 是一些姐姐们就是决赠的 然后他们决赠给我 然后我开始自己做的 因为我没有请人 请人的话费用比较高 自己做的话就是可以省一笔费用 身上被汗打湿了 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 没有一块干的地方 我树叶导师了 因为他穿的是那个黑色T恤 所以看不出来湿美湿 我外旧的话是这里做的胸口疼 然后我让他回去休息了 在屋子里面休息了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等明天后天吧 后天我再跟大家说吧 对我而言是一件比较 就是悲喜的事情 也是一件比较恐怖的事情 对我们基地来说也是一个损失 然后这件事情呢 我后天要跟大家说 那是什么 在我心中 就是今天咱们把这个月色打了 开开心心的 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就是要影响心情 所以那就等我后天的时候 就是要跟人家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学也感谢家人们 这一路的支持与陪伴 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打月子的 就是整个流程 以及打完的月子 是个什么样子 小学也感谢所有家人们的支持与陪伴 谢谢大家 小学也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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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也感谢大家